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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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妈 我终于治成醉碟香了 你们的仇 我要法子报了 念念在天之里 保佑女儿早日找到储中穴 好让狄却为你 为我们拉家学子俱恨 瞧 这所有的古蝶都飞进这户人家 你说这户人家 会不会是什么妖的妖枯啊 这是本地副药商尹继品的庄园 不是什么妖枯 尹家是开酒庄 合作大宗中药才买卖的 据我所知 他们肯定不是什么妖枯 可你说的什么醉碟香 我还是不信有这种东西的 是有这东西 事不相瞒 这醉碟香我曾经亲眼看到过 这引来漫天蝴蝶的奇景 也的确相同 真的 真的 你什么时候见过他 我小时候 谁呀 谁有这门奇艺 那个人你曾经磕过头 也拜古诗 就是我父亲 但愿你们 今天这么惊世骇随的招咬过世 你会帮我一出 害我们娜家家破人亡的恶徒处终煦 我那蝶秋 先谢谢你们了 可是 我现在不得不赶你们走 因为我要给我爸妈烧纸琴 纸琴一瘦 被坏了嘴碟香 对不住了 我不顾我 我知道 你的总体走了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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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真 不要别走啊 哎 这个我们哪儿呢 给 你看你看看 瞧 你在干什么呀你 这是什么 你想干什么呀你 啊 这是什么啊 夫人 你这个死丫头 你这个带上的丧我心里啊 干什么啊 你 你磕倒了你们全家 你磕死了你父亲 你想在这儿干什么呀你啊 你想把我们全家都磕死啊 你把全家都磕倒啊你啊 少说点吧 二妈 您这话可说得过了吧 姐姐耽误决祭拜父母 有何不可 什么 啊 祭拜父母 哼 就算是祭拜父母 那好歹也得有个祭主牌吧 啊 你瞧你们啊 你们说的是什么 赶紧扔掉 这就是个木偶 是做法祭拜用的 哼 您别土 别卖蠢行吗 哎 告诉您 在未有神主牌之前 人们就是雕木为偶 又以祭祖 这就叫木主 先有木主 再有神主 你懂是不懂 哎 哎 哎 对不起啊姐姐 我带我爹 你舅舅 为他记事的无知 向你道歉 我二妈他 你看看 你的宝贝女啊 她就是拼双里加辣椒 她又毒又辣 啊 她这是 行了 不要再吵了 再这么吵下去 这一家就要败在你手里了 谁败家了啊 哎 你怎么 夫人 老爷 爹 你不说是不是 好 那我来说 你是不是说 我可待他 好 那我今天 我就给你摆个事实 事实 我让你瞧瞧事实 你看我表姐睡着 你看我表姐睡着 这就是你可待我表姐的事实 在你眼前明摆着 那更别说平日里你让我表姐吃的 那还不如狗食呢 你待我表姐如此可怜 待她还不如下人 你这不叫可待 那叫什么 你懂个屁啊 你懂 是 我知道 她正在从你的嘴里往外放你 哎呦喂 我不教训你 我 别生气 小哥 您误会了 姐如此的衣食珠 不是就骂可待的 是姐心甘情愿的 也是我必须这么做的 听到了吗 她是自愿的 那是你鬼话连篇 拿蠢迷信逼我姐姐 说什么我嘴巴是克星 必须过孤苦绝的日子才能破纱 这不是我说的 这是人要毛妙的胡道长说的 你 她是不是克倒了他们全家 是不是克死了她的亲生父母 啊 你说 我敢 我能 我可以 让她不听胡道长的话 啊 让她克死了咱们全家 克死咱们隐家人吗 无稽 愚蠢 都什么年代了 除了脑袋里装着两条春虫的人 谁还信这个 什么两条春虫 蠢 您可心其有 不可心其无 哎呀 舅妈也是为了隐家着想 她没错 姐啊 好吗 不要再说了 不要让姐姐为难 好吗 这就算了 她何就想带你 你不想带你 你不想带我 她是个人 你不想带我 我去哪儿 你不想带你 你不想带我 我去哪儿 你不想带我 你不想带你 把它们包在棕叶里全充粽子 金银即我双清 这粽子是灾荒时 金银为了救命所使用的东西 如果舅妈不信的话 可以打开了看看 真就不相信 行了吧 够了吧 你说 你还想怎么样 是 给我上山上打两桶山泉水回来 让茶房待客泡茶用的 这种事有下人可以做 我就让他去 没事的 姐 姐 妈 我这儿就帮姐打桶水去 站住 你吃饱了 撑了你啊 走 不是 我 我 快走 姐 那女人分明就是要把你赶走 而你呢 你个堂堂的前亲格格 却何苦要窝在这种地方 受这种屈辱和折磨呢 有些事情 姐不方便告诉你 姐在做一种奇特的香药 也只有在舅舅家 她才有这么多奇特药材 容我使用 你是说 我爹暗地里 提供你研制香药的奇特药材 嗯 舅妈让我帮她制作香囊 做个结交贵府的随手礼 舅舅就把这些奇特药材 混在制作香囊的一般药材中 供我使用 其实 舅舅她很疼我的 舅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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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ph 舅舅 孟四 舅舅 舅舅 鞋 舅 傅春 傅春 你看到什么了 一座花园 还有一对狗男女 一只男的哈巴狗 还有一只女的哈巴狗 在花园里玩耍 我再看看啊 傅春 你 你怎么从背后吓人呢 我还要问你们呢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我们 说话呀 你们在这儿干什么 你是尹府的人 我们是追蝴蝶来的姑娘 能不能请教姑娘 刚才为何会有这么许多蝴蝶 飞进贵府之中 不许多蝴蝶 那我说说我们猜想的原因 你看看对不对 不好意思姑娘 我的朋友和你说笑呢 我们两个要是真的知道原因 刚才又何必请教姑娘呢 不许多蝴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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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出事 那你咱们说 这个蝴蝶 壁蝶 鱼蝶 都要是 我这些蝴蝶 不许多蝴蝶 还是 他我这些蝴蝶 人 我这些蝴蝶 不许多蝴蝶 我这些蝴蝶 这姑娘不一般呢 漂亮 气质更出众 看她的穿着又单着水桶 应该是引火的下人 但这姑娘已然透露着逼人的傲气 这点却让我不解 莲花泥底出 高洁无比轮 咱们不以贵贱论 单讲她们一拂绣 拂绣而去的脾性 怎么看都不像一般的下人 倒有点像贵族大千金 没错 让人猜不透的事 总是特别迷人 先是漫天的蝴蝶 接着又是不可思议的醉蝶香 还有这迷样的女人 一个秋雾蝶样的女人 说得好 一个秋雾蝶样的女人 子夏 我有预感 我们跟着姑娘 还会再见您 你说什么 咱们的货全被劫了 是啊 整整十二搜传的药材 全都在京杭大运河宿州段 被一群水贼给劫了 他们还把咱们的伙计全都给绑了 说是要十万打烊才能熟人熟货 要是不然的话 就把咱们的伙计全都下馄饨 什 什么 什么是下馄饨啊 就是把人绑了手脚 放在麻袋里 投入水中沉浆了 那 那怎么办哪 咱们不能是人亡物土啊 那样的话咱们就赔大夫了 那是 你 马上去找五杰东 他是舵爷 他能够跟水贼说上话 让他找水贼一伙 好好地商量一下 尽量把赎金 哑得越低越好 好 知道了 老爷 快 霍尔 今天天气真好啊 没错 这冬一片西一片的 ifty 多不好意思 你把人小姐撸给搭吧 不好意思啊 他敢动手 爹 把他给我扒 来 放开 别动啊 大公公爷 公公爷 站住 没你什么事 走啊 赶快回去 坐坐我拆了你的面 滚 放开我 放开 放手 别别 干什么 有不服气的 来 扶着点花 出来 倒好 干什么呀 你老实点 放手 滑了 快 滑了 来 我 游小鸟 ه 老公 虽然 辅 listener 啊 行 对 好好 taxi 找到那了 找到那了 这人来打滚 我这边一起来 呜 然后 好想不信臭狗使用 我们乘求全部打臭狗脸 ξ 谢谢 不用了 再来 好了 一废 请问两位 是哪条道上的 我是正道 他是光明大道 你抓我是吧 我们这梁子算是结下了 如果二位有胆量的话 请报上你们的性命 我 莫富春 我 杵子夏 好 我记住你们 山前不见 山后见 魂天不见 青天见 我们后会有期 走 姑娘 你没事吧 五多爷 这桩事就全拜托您了 好说好说 这些水贼呢 跟五爷我都是多年的朋友 这事包在我身上 好 谢谢 谢谢 殷老爷 我是觉得有些话我们应该讲清楚啊 请讲 这俗话说得好啊 强龙压不了地头蛇 这水贼坑给我面子 我们应该送个人情对不对 对对对对 按我推算 但 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就算我们打个对折 我觉得 你们也应该 出这个数 应该 应该 这四万呢 我交给水贼 数人数货 剩下的一万 我交给埃河道的水警队 让他们给水贼一点颜色看 哎呦啊 哎呦啊 殷老爷 我就是想交你这个朋友 所以 我不会要你一分钱的好处费 哎呦 谢谢 谢谢 谢谢你啊 不客气 送客 不用了不用了不用了 请了 请了 数不远 送啊 哈哈哈哈哈哈 哎呀 哎哎哎哎 哎 哎 你说你听听 你说 他说得倒好听 什么 跟咱们交个朋友 啊 不要咱们的好处费 他拿咱们大傻子 我跟你说 这一万元 肯定是他自己独吞了 什么东西啊这是 啊 咽过拔毛啊 咱们要是不出钱的话 人家能替咱们干活吗 哎 老糊涂 哎 咽过拔毛 咽过拔毛 你就知道咽过拔毛 早晚啊 早晚让人拔光了他 修管家 现在我就跟你明说了 这事包在我的身上了 你放心 哎 哎大小姐 嗯 这这是你们家大小姐啊 是 真不错哎 哎 许然了没有 还没呢 哦 啊 侮爷 请 啊 啊 请请请 二小姐 秋管家好 二小姐好 哈哈 叔叔好 嘿嘿 哦 哦 哦 不是 这就是 这就是你们家的二小姐啊 啊 是 你这这这这这体型 她她她 这不是差太远了吧 哈 哈哈 五爷有所不知 大小姐 是我们家老爷 和已故的原配夫人所生 二小姐 是她的济氏 和前夫所生 哈哈 哈哈 秋和啊 你别说你们隐家 还挺复杂 嗯 那我想秋和你 也不是什么赏油的灯吧 哈哈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我也请我也请 哈哈 好 来 经过这次危险 以后就别再单独出门了 万一啊 再碰到那包屁股 恐怕就没人可以救你了 顾春说得对 以后啊 最好少单独出门 这件事情很怕 得不得了 我得骗人适合 可也不能不够危险 万一呢 回去告诉你们家主 或许 能改派其他男工 来做这出外挑选的工作 我都有个主意 说 你们宠家家大易大 偌大的庄园 不怕 不怕 再多添一个使女吧 你是说 这还用不错 让叠秋 离开尹家 改投你们宠家 然后呢 你只给他轻醋 或者专心做伺候你的鸭 每天打扮得漂漂亮亮 让太子也看着就赏心悦目 是吧 这样叠秋 就不怕任何危险了 不 会有危险 万一你这小子 齐泽钦 对叠秋不畏惧的话 对不对 以后说啥呢 乱七八糟的 好 好 谢谢你们的好处 你们的好处 有心理吗 如何 愿意吧 愿意 若你要是真的愿意 若你要是真的不想起 那我也积真心诚意 积诚恳人 聘不到浊庄 就请你专门为我爹 整理舒服 好吧 瞧 多好的啊 多好的少人家 多好的工作啊 咱们就这么决定了 若蝶秋姑娘 愿意住到楚光 那么 我也考虑 多住在楚光景 天天看着蝶秋 让人多高兴啊 哈哈哈哈 莫福春 你别老婆这么做 要不蝶秋姑娘 以为我们只说笑 毫无诚意呢 好好好 好 她就是这贫心啊 姑娘莫怪啊 刚才忘了问 你认识字吗 哦 若你不识字的话 恐怕就 没法请你帮我爹整理出房 那就 必须给你换一屋工作 你放心 给你的绝对是轻松 楚大哥 谢谢 谢谢你的好意 不过我 必须要待在你们家 为何 我做一定到我房子中 那 我们就送你回你家 希望你会有人 我们再上见来 嗯 我们有人再见你吗 嗯 其实 别求十个几个字 被你秦冠的鲁别祠 去乔仙中的两句 不愿有暗闻 于是 于是 我今夜的幼香的无限美好 便是不愿 禁风易入 幼香逢 必胜却人间无数 毒灵神干活了 有诗词读得不多 你喝了两句啊 我也喝不出口的橘子 你不说笑话 去给他说个笑话 斗得更心 快 去 去 去 紫下 丑大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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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了 你怎么了 丑大哥 丑大哥怎么会突然变这样 这心里没有发生过这样的症状 不过看起来像癫痫 得赶紧送医整治 这附近可有新衣 没有 那得赶紧就进回紫下家 紫下的父亲 曾是我们的终于老师 又我们跟紫下的父亲 共同整治 那是最好的办法 他��士 少爷 少爷 父丞哥 父丞哥 我哥到底怎么了 师父哪儿 我帮他去北平了 我帮他 赶紧把少爷送到医厅去 好 送到医厅 其他人都干活去 快 好 来 来 来 快 谢谢 怎么办 OG 当然 我现在有点 冲冲 那个 我帮他 他 归到医厅 你还将冲冲冲冲的 我把你赶紧 我们的小弟 去看 我把你赶紧 出所 有的 我答应 有的从此不惜 神臣死亡 我不在主张这关期间 曾相的头部有没有受过什么外伤 有 就在不久前 我帮你搭火车前往北平 我哥驾车送我爸到火车站 连想要去和回生的途中 为了我帮你和平路旁冲出的孩子 车子不慎撞到了墙上 我哥因此头部受了点伤 如果包插后过几天就没事了 没见到他有什么大碍 你没听说哥有哪里不舒服啊 怕就是被这次突发的车祸 造成头部外伤 流下了后遗症 大小姐 我已经派人去电报局派集电 禀告老爷了 大少爷他 傅生哥觉得 我哥的脑部有点问题 这只是初步的怀疑 还需要做进一步的检查 目前最好的办法 是赶紧将子夏送往省城大西医院 做精密的诊断叫为妥当 这可不行啊 怎么了 我爸绝对不会同意 我哥去接受西医的诊治啊 为什么 我从来没听过 师父对西医有什么成见的 以前是没有 现在可是视之如仇啊 不久前 南京政府卫生部 通过流日西医余言 废止中医的提案 非但把我们中医 点称为旧医 把西医美名为新医 还定出了废除中医中药的期限 我爸为此生出了一场病 还为此事南奔北走 努力联合各界 与当局抗争 如果这个时候 我们把我哥送去西医诊治的话 恐怕我哥还没治好 就把爸给气死了 是啊 本 Od jeu肯定不会答应啊 小的 你看 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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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疯性 出来了 好 好 好 不来啊 德小 不来啊 德小 这手不好真香 来 操操 这手帕真香 是 什么花的香味啊 是 什么花的香味 是夏之香 一种花露水的香味 是夏之香 是你爸爸刚刚调配成的一种花露水 妈妈在手帕上 稍稍洒了几滴 喜欢吗 喜欢 珍贵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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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 走 走 走 楚大哥 现在 他可能不是 你avan 身份 妈 妈 人家 console 我振极 媽 hidden 妈 萱萱 你没事了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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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爷醒了 少爷醒了 大小姐 大小姐 少爷醒了 快点来 少爷醒了 少爷醒了 快来快来 紫香 这是怎么回事 哥 哥 你到底怎么了 哥 我们都外头玩 楚大哥 我要跟我妈妈 都外头玩一戏 楚大哥 走 紫香 哥 两条巢 桃花开 蝴蝶都飞来 菜花黄 菜花香 蝴蝶飞过墙 两条巢 桃花开 蝴蝶都飞来 菜花黄 菜花香 蝴蝶飞过墙 飞过墙 飞过墙 孙真哥 我哥他到底怎么了 为什么突然之间 变成像小孩似的 来 走 子下的症状 如果不是脑积引起 则极其相识 是什么 像是西方医学所称的 多重人格分离症 它可以发展出两个 或两个以上不同的人格特质 每一个人格 都有他的性格 习惯 智力 记忆和思考 像此下 他现在是成熟稳重的成年人 好看吧 但是因为某种原因 他可能会变成孩童的性格 一受到刺激 就会瞬间从成人性格 转变成孩童性格 忘记成年记忆中的任何事 凡之易然 他如果从孩童性格 转换为成人性格 也同样会忘却孩童时期 他的所连所欠 多半是在暗年幼时 发生了令他极为害怕的 创伤性格伤害 给 可是为什么 之前我从来都没有见过 五哥有这种 人格转换的情形呢 人格转换都是突发性的 通常和创伤性的事件有关系 人格转换不定期 无规律 妈妈 你看 有时候一些突发性的事情 也会将大激发 好吃 啊 转误那姑娘 操伤那姑娘 你为何 Tür裹我哥的披风 你跟我哥是什么关系 那 那姑娘 那姑娘雨子架其实 那姑娘 是五位婚妻 赶索娜姑娘 你为何裹着我哥的披风 你跟我哥是什么关系 娜姑娘 娜姑娘与子夏其实 娜姑娘是我和我婚妻 娜姑娘是我和我婚妻 这事以后再说 是未来的嫂子 快 去我房间 拿一件适合漂亮的衣服 给娜姑娘换上 那我代替你未来的嫂子 先跟你道歉了 大小姐 老爷没电报 我爸说会尽快回来 可是他还是坚持 不让哥去看西医 上面还附上了一铁药方 要复春哥调配好给我哥服用 说是定有奇效 我帮子夏调配安心药匙 听你的藏药我都看过了 最后这三位药材 家里没有 这三位药材太珍惜 一般药店买不到 但是我就 我 就我所知 尹家有 尹家 你说这个死丫头 我让她到西山给我挑水 可是她到西天给我举进去了 这个扫我兴 好 这个呀 我让她有地皮没处躲 有肚皮没饭吃 我非好好的给她一顿难堪 我再饿她三天不可 我治不了她了我 你想给谁难堪 想饿谁啊 大小姐 瞧瞧你这个舅妈有多坏 劝你嗓门还是眼腻 传了出去 你和我爹可倒损脸 想想办法 把尹小冬这根大刺给我拔了 好让我在尹家真正快乐地做主 那就让她嫁出去 让她彻底成为外人 对啊 对啊 赶紧给尹小冬找个夫家 把她嫁出去 再把蝶青那个死丫头 给我赶出尹家 夫人 咱们 栽赃她吧 把夫人的一两件首饰 放进她的被窝里 然后 咱们无赖她 说她偷东西 如果她不承认 或是有人维护她 咱们就报警 拉她坐大牢 这个办法好 就这么决定了 大局啊 还真是小看你了 没想到你的心是这么黑呀 这么狠 我以后啊 还真得提防着你点 要不然 你把我也给黑了 把我也给灭了 你说什么呢 人大局是随我过门的 当然是心笑着我了 夫人 我是跟她开玩笑 在这个尹家 只有咱们三个是一条心 你们可得好好地帮助我 等尹家 真正归我一个人做主了 好处 少不了你 走 紫夏的怪病难治吗 心理疾病 说难治也难治 说不难治也不难治 主要是心理症结的问题 有人往往将心结打开 就不需要治疗了 但我担心紫夏的身体 还有其他的问题 你真行 看着我的腰 说紫夏的脑脊 我是看你这套衣服 太好看了 我忍不住多看良言 你呀 什么都好 就是老不正经 是吗 是楚江管家 桂书主 哪来的香味 这香味 我闻到 一股奇特的香味 是我小时候常在我爸妈身上 闻到的香味 是吗 这香味 是从这阁楼内传出的 从这儿 你这楼 这你这楼 是楚家最神秘的地方 除了你刚刚看到的桂书 还有紫夏父亲可以进入 就连紫夏跟紫英 都不准入内 这阁楼里 为什么会有我那么熟悉的香味 楚家是专门炙香药配香料 调制花露水 就是炙香水的地方 所以在楚庄任何地方 闻到奇怪的香味 都不作为奇 所以楚家富甲一方 告诉我 紫夏的父亲叫什么名字 楚国英 公侯伯子爵的伯 英雄的英 那楚家 有没有一个叫楚中轩的人 没有 你怎么这么问 楚中轩是谁啊 你为什么 我们还是赶紧去尹家 帮紫夏拿药吧 紫夏与紫英 并非亲兄妹 紫英是楚家的名领女 就是俗称的养女 听紫夏说 紫英出生没多久 就被楚妇 换回楚庄养活 所以他们俩 并没有血缘关系 你觉得楚紫英 对你可有敌意 你也察觉了 打从紫英懂事 就很喜欢紫夏 想嫁紫夏为妻 她对任何想亲近紫夏的女人 都没好脸色 更何况 长得像你这么好看哪 胡说 我没有胡说 我 主动报名 同一个追求你 驾 不是 走 少爷 少爷 少爷呢 少爷不见了 少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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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小姐 咱主张四面高强戒备森严 又有护院武师守候 再加上大少爷现在的状况 没人看护 他是走不出大门的 那他人呢 人呢 我想就在院子里的某个地方啊 下人们都在找 应该很快就能找着了 二叔 水井池塘 我怕我哥他会 这些我都吩咐过了 他们应该会格外留意啊 你们 你们两个也跟着去找 快啊 是 哎 你说这个鱼再这么下个血 我估计啊 这外面街上都能赛龙舟了 嗯 这屋顶漏水 漏得也太厉害了 等雨停 该叫翻瓦匠 来捉漏翻瓦了 是啊 否则下雨天 鬼才上咱们店呢 哎 爹客人 两位老板 哎 哎 里面请里面请 是是是 哎 哎呀 我认识你们 哈哈 就是今天在门口 给那个五戒通他们男缠的 哎 大傻美女吗 是啊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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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识你们 尤其是你啊 哎呀 你看你这一身的肌肉 哈哈哈哈 好 好 全部打臭狗屎 我打 哎呦 我的脚 我的脚 快快照顾客人啊 哦哦哦不用了 不用招呼我 招呼我的朋友就行了 我还有事情要办 那我先走了 你在这边等我 我现在回你家取药 好 哎 等等 哎老板 这把伞行吗 啊没问题 伞 好 这里面 有银票 还有一些银两 我想那三味奇珍药材 银腹不可能白管 你拿着 不不不 这不不要 哎呀没关系拿着吧 伞来了 哎还有伞 还有伞 啊谢谢 哎 小心点儿爹 哎呀 小心啊 哎 小心啊 哎好好好 哎小心啊 快快快来来来来 点菜啊 太太气坏了 你得有哀他妈的准备 嗯 哎 两位小家正关心你 没见你回来 担心你出事儿 急坏了 把坏了一次就和咱们见面 哦好 谢谢你定国 哎 哎 爹就紧紧你回来了 哈哈哈 你鬼混了一天 你终于可回来了 哎 哎 不知所以现在才回来了 是因为 哎 这个蝴蝶真好啊 姐姐你这件衣服真好看 哪儿买的 我好喜欢啊 哎 这衣服从哪儿来的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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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想感觉 今日是最好的 如果你去看 你怎么拿到 FISH 你的彩虹 你怎么将到的是 你的彩虹 你怎么看 你这些买到对 你怎么知道 这些是 你怎么看 你怎么看 把这个纠� Midwest 你怎么看 走 走 瞧瞧 瞧瞧 瞧见了没有 我没说瞎话 没骗你们吧 这就是他偷我的金氏 变卖后得来的 舅妈 这个钱 真的是我朋友 让我回你们家买药的钱 你别给我装蒜了 我放外就发现了 我丢了两样东西 一个是金手镯 还有一个是香翡翠的金戒指 大局一大早就看见你 在往背里藏东西 你藏什么了 所以我就带着一家老小就过来了 你没想到吧 我逮你的正着 你逮着什么了 我们大家都有钱 你怎么不说 我们就是偷你金氏贼呢 捉贼给捉赃 搜着别人身上有钱了 就说别人是贼啊 该找着你失去的金氏才成 我明明看到 他往背子里藏东西 金光闪闪得非常耀眼 富裕 要不咱们搜搜 你放肆 不咱们 怕搜吧 你们搜得好 我背死这什么都没有 那 你 你呀 那个 我有个问题想问呢 你说 狄舅姐姐把你的精英首饰 都变曼城现钱了 那你还搜 搜什么搜 我首饰也丢了 我钱也丢了 你给我闭嘴吧你 搜 是 来 来来来 马上马上马上 哎 好 我告诉你啊 我最喜欢结交像你这样 行侠仗务的朋友了 以后常在店里做啊 好 菜减 减半 酒钱全免 全免 走了呀 再让您带两壶 带两壶 当然是免费的 好好好 当然是吗 一定一定啊 当然是免费的啊 欢迎常兰 好好好 欢迎常兰啊 你一定 一定 哈哈哈哈 杜老板 你认真啊 不再考虑啊 将来在对面开个小吃店 嗯 以后呢 有事没事 我先来喝一个 半假的酒 走的时候 再带两壶 免费的 分一下如何 哈哈哈哈 我听了好感动啊 哈哈哈哈 是不是说笑话 我是认真的 啊 啊 这 哎呀 爹 傅春哥当然是说笑的 要不然您不如现在就把店免费顶给他 省得你日后欠他酒债去 哦 杜老板 来来来 我敬你啊 我敬诸位 哎 来 来 莫傅春 承蒙各位盛请的邀请 嗯 以后啊 菜嫌酒钱赵给 否则我不来 哎 哈哈哈哈 我告诉你啊 以后还是常来 哎 哎 哎 价钱照样 分量 加倍啊 嗯 嗯 怎么样 好好好 走一个 走一个 嘿嘿 哎 爹 是送商户的老赵 哎 去看一下看一下啊 帮忙卸货啊 嗯 来帮忙卸货 哎 赵老爹 辛苦你了 啊 哎 哎 还有一头山珠和野鹿有我来 哦 哎 你们只要帮我卸下野鹿和野鸡啊就行了 哎 行 好 啊 您是老赵家的人吗 啊 尽便喝杯热茶 吃点东西吧 老公啊 我要吃东西 你 楚少爷 滚出我们颖家 姐 姐 你还想护着他吗 啊 你不是也看到了 从他房间里搜出来的 你还要护着这个贼啊 那肯定是你 之前老人把东西藏到我姐的被子里 否则怎么会那么巧 这边就让你的人大局面瞧见了 你分明就是瞎干窝贴走 是你们上的决人栽赃 大小姐 你可不要冤枉我 就凭你凭空想象 你就可以是口碗人吗 没错 否则 咱们就给他报警 冻官 看他们是认赃 还是认你说的 娘 你别冒警 别冒警抓天秋姐姐他们 那就让他给我滚蛋 走去报警 让他做做代劳 你去啊 你赶紧去 到时候我就说 痛你今世的人是我 是我把他们交给我表姐保管的 表姐完全不知情 你是不是以为我还不敢去冒吧 我求求你去 你赶紧去啊你 好 我现在就去报警去 看他们爱拿谁 想拿谁 想拿一双 我也不反对 娘 你 娘 你又难 你就难以说犯犯 你 你 你说什么呀你 娘 其实你的手势 不是田秋姐姐拿的 是我 是我夺了你的剧着色跟金戒指 然后交给小冬姐姐 再转交给田秋姐姐的 他们两个完全都不知道 娘 你要是报警抓他们 你都要请求抓我吧 只他们两个一秒快 你都没有 你真的要报警 就抓我吧 你别说田秋姐姐他们 你抓我吧 那我就大一灭青 女人 你不是想做牢吗 我送你一起去 去 你们别吵 我自己 我一个人自己 几乎就让你们两个 跟着一起收拾 爹 你别这么说 好妹妹 听了我情吗 我 我就想见你 爹 爹 你 慢点 谢谢叔叔 慢点吃 别急 你怎么碰上了 我遇见他是啊 他一个人在郊外的野地里 浑身都湿透了 我看他神志还有点问题 说话像小孩似的 只喊着要妈妈 你看 你看他吃东西那样 像不像个孩子 所以啊 我便顺道将他带进城 准备把他送到警察局 让公衙的人来处理 没想到啊 你们倒还认识他 这样也好 干脆我就把他留下了 我就给别人送货去了 没问题 没问题 你这赶紧啊 那边下去 小心啊 小心点啊 走好 吃饱了吗 吃饱了吗 吃饱了 吃饱就好 我要出去玩 紫巷 紫巷 你干嘛 下雨了 冒泡了 老虎带上了 草莫严 紫巷 明天天草莫严 当雨伞 平时小虎在里面 飘呀飘呀 紫巷 有 小虎 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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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又是你们俩 我有没有跟你们说过 我们魂天不见青天见 看来还真是被我说对 怎么还真是冤家路窄啊 我不对 我说兄弟们 这送到嘴上的肥肉 我们不吃 是不是有点伤天礼啊 是 不能饶他们 咱们可是让我们优大脸的 没错 今天你们两个休想活着离开这儿 有事 干嘛 想叫这人多 咱这山上一家伙 就你中气狂 是条汉子 咱们就讲江湖道与江湖礼 咱们独手拼翻个的 我说这是从哪个说书子听来的鬼扯蛋 哪来拼单个的江湖仁义江湖礼的 你知道什么是江湖仁义江湖礼吗 你 我今儿高兴 让我教教你 江湖的人子 那讲的是一个底子 江湖义子 讲的是个银子 江湖礼子 那讲的就是一个刀子 刀子 你找什么呢 我谢了他 小湘快走 小湘快走啊 小湘快走啊 你 小湘快走啊 小湘快走啊 快走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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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走走 这去不笨蛋 走 是 姐姐必须常会来看我们 别理那个恶心肠坏不过 我可以这么说 这么说 他也是我们的长辈 姐 我妈妈要是什么地方对不起你了 我带她向你道歉 真对不起 好了 多别哭了 我觉得我带你不更好 你们的姐姐已经够害的了 姐姐 教不好自己 什么事情啊 自承 自下 姐 姐 来哪儿啊 谁 自下 别动 靳修 走 今儿这是早了 老天那么眷顾我啊 又把这坚果给我送来了 姐姐 你带上去 别睡 别来我呀你 你呀你听我说 你看他们根本就不是什么好人 咱俩手无夫妻之力的 这样下去不然就不要叮丑姐姐 咱俩要完蛋了 那咱们也不能眼看叮丑姐姐 咱俩去报警 咱们去报警 咱俩手 小赵 快 我们到车 快 武剑东 有本事 别见过女人 莫不就在此 有本事 冲我们来 你们这两个逃打的 武爷我现在懒得跑 你们俩都要给我过来 否则的话 我刮刮她的脸 你住手 自下 你眼前所有都不过他们 赶紧跑 赶紧跑 我差自下 你们快走 别管我 你 我头好酷 我想回家 快看 回家路在后面 赶紧回家 赶紧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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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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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紧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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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儿我告诉你们 你们仨谁也走不了 来啊 先照顾好这俩兄弟 然后把他们仨带回去 回到府上 让武爷我好好玩玩 快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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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们两个不许还手 抛刀的话 不刮刮她的脸 你可恶 快点 坐 武将 等赚 子敬 十万 Deus 天打了 你可恶 子敬 四公 Labor 是 蛮人的 我看到你 丁修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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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些人 我就喜欢这个大人 不行 来 来来来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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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修 丁修 德下 快救铁修 哎 飞 小心 武川 你先带铁修走 我殿后 德下 你们先走 自下小心 要我们一起走 要我们带他一起死 那我们一起走 我看你们是跑不了了吧 看来 咱们是走不了了 凭着哀良的 冲开一条路 要是冲不出去 那可要记得 咱们仨 再生一普通八相这 申去五百次回谋 才只能擦肩而过 没错 不 行 我记住了 来世 已补得八相人 对 不请 来世 我们还会在一起 对 来世还会在一起 自下 待会儿 我们带着天球先走 我先冲 不 要就一起走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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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龙王 李游阿强 走遍天下 世家乡 是南童强迷 是腾势和咱们楚家护院 你们几个好自为之 别让我们再碰他 兄弟们 慢水了 传水 大少爷 没事吧 没事 现归你及时赶到 人呢 你俩报了半天 人上哪儿去了 这我没事儿找事儿嘛 收嘴 那五街东虽是地方一霸 是吧 可是他要是知道了童师傅的名头 他一定会同意童师傅的说和的 连我都不知道童师傅的来历 请问他是 江湖上有两个赫赫有名的人物 南童强 北铁壁 那五街东肯定是知道了 这两个人的名头 而童师傅就是其中的一个 可 几个人认识 他会有什么 他就想要看大街东西 好 都不知道 找到这项链锯的另一本 阿妈将她给了你 从未谋面的妹妹 她的名字叫 阿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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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妈你快醒醒 阿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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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快醒醒 阿妈 你快醒醒 原来佟师傅这么厉害 这么有来头啊 没想到佟师傅居然是 如此的传奇人物 是啊 所以只要江湖上一说 白龙马 梨花枪 就知道说的是南佟墙 也就是佟墙佟师傅 可是为什么佟师傅 会来我们家当护院镖头呢 这 这又是另一个故事了 少爷 该喝药了 这又是佟师傅 这又是佟师傅寄来的方子 所建的 安老定神 你得按时服用 父臣 我没病没痛 好端端的 没事 你让我喝什么药啊 大少爷 你 你真的什么都不记得了 记得什么 你 我问你 昨晚我们在巷子里 跟武剑东打斗 这事你还记得吗 我只记得白天 我们为了蝶秋和武剑东 当街起了冲突 可是晚上 我们为什么又和武剑东 打了起来了 难道你都不记得了 不记得了 完全不记得 子强 你生病了 是啊 我 那你把一切告诉我 我怎么了 到底发生什么事了 我到底生了什么病啊 来 坐下吧 来 坐下吧 放心吧 我一定把你打扮得 漂漂亮亮的 让你迷死傅春哥 你们说的都是实情 你连绝出现了人格分裂的症状 一步排除你脑中 还有其他的急患 等下周一师父回来 由他亲自诊断 再决定如何治疗 现在 你先把这碗药给喝了 喝完我们去看蝶秋 怎么样 好看吗 姐姐真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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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美吧 你呢 是傅春哥未来的妻子 也是我未来的嫂子 以后啊 我每天会把你打扮得 漂漂亮亮的 让你勾引傅春哥 对啊 让他呢 赶快把你娶进门 对了 你跟傅春哥 什么时候成亲啊 什么时候要结婚 我和傅春 我和傅春 小姐 大少爷来了 小姐 大少爷来了 进来吧 哥 傅春哥 你们觉得如何 这客房还不错吧 房间是否雅致 是否满意 得问过蝶秋才可知道 好 其实 我不该住这么好的雅芳 太美了 太美了 简直像是 从图画里走出来的仙子啊 没错 那是我的画 你看吧 男人啊就是这个样子 你看那好看的女人 眼睛都发直了 你信不信 如果把女人这两个字啊 从男人的脑袋里挖出来 就只是像一样东西了 什么东西啊 义章告示 写着乙清空 也不全然 至少不能连贵叔也一道妈了 我可什么都没听见啊 我掏耳朵去了 走走走走 好美啊 不知你看我未来的大嫂 这样我会吃醋的 大嫂 你刚才管蝶秋叫大嫂 傅春哥未来的妻子 我不该叫大嫂吗 傅春的未婚妻 是 叫嫂子没错 你们 你们什么时候成了 未婚夫妻了 跟你不知道吗 她忘了 生病了 全忘了 大骗子 你就不应该这样欺骗紫英 你不应该这样细耍紫英 尤其是你 不能骗她说 蝶秋是你的未婚妻 你觉得这样有趣 这样好玩吗你 我不是向你解释了吗 又不是存心要欺骗紫英 那只是一时全疑之计 一时全疑 你可以跟她说 说蝶秋是你的表妹 你可以跟她说 她是你的远亲 表妹远亲都是欺骗 是 你说的是 不管说什么都是欺骗 对不起 对不起 我并应该对你发这么大谱 但是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傅春 对不起 我明白你为什么发这么大脾气了 你跟我 都同时爱上了蝶秋 我不同你们玩笑的 好 我这就把事情告诉紫英 然后离开楚中 请你别走 我必须得走 虽然傅春的谎言出于善意 但是 紫英已经完全当真 她待我已成 我也怎能弃之以狂 所以 我还是离开的好 好 我们把事情告诉紫英 但请你留在楚中 留下来帮我吧 帮你什么 帮我 帮我什么都可以 只要请你 别走 别走 给 给 让紫霞 紫霞 你走 紫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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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赶紫霞 赶紫霞 不要 不要走 大 少爷 少爷 我不走 我留下来 我不走 我留下来 我不要走 我不走 我留下 不要走 我不走 我留下 我不走 我不走 怎么样 我刚给你看的那园子不错吧 对对对 这 这 不要走 我不走 我留下 我不走 我不走 你不要让你看我 我刚才没骗你吧 我给你看的园子不错吧 说得对 是 脉相还算平衡 先让他睡一会儿 醒来后再做观察 大少爷醒来后会不会 又变成小孩的那个状态了吧 应该不会吧 知道楚家派人来抱我才知道 姐姐你平安无事 所以把你的行李都拿过来了 小冬 谢谢你 知道姐姐过得好 我就放心了 我在这儿过得很好 你也要照顾好你自己 还有娇娇 知道吗 看好大少爷 不要再像以前那样走丢了 好 知道了 我警告你啊 大少爷如果再失踪的话 我就对你不客气 你给我滚蛋 你听到了没 是 子营 干吗发那么大火 吃炸药了 那就要看傅春哥 会不会骗我吃炸药啊 你会不会骗我 跟我来 傅春哥 你坦白告诉我 那蝶丘跟我哥到底是什么关系 那要看你问的是什么街头 现在 过去还是将来 是现在 我问的是现在 现在 现在蝶丘跟你哥的关系 是朋友 也是客人 但将来蝶丘有可能 是我的未婚妻 我跟你哥有情同兄弟 所以呢 蝶丘跟你哥的关系 有可能不只是客人 也有可能更加 莫富春 你不要再跟我打迷糊仗了 我要你一语说亲 一语道明 你不要再东千西扯了 我问你 那蝶丘是不是你的未婚妻 没错 我是这么回答你的 是真的吗 当然是真的 我就是这么告诉你的 我是问你 那蝶丘到底是不是你的未婚妻 你这问题又重复了啊 我 好 那你告诉我 如果那蝶丘真是你的未婚妻的话 那他干吗含着泪抱着我哥呀 到底是什么意思 那时候子夏恰巧昏倒 又刚好被蝶丘给抱着 我都不吃醋了 你怎么像被炸了醋方似的 你别想瞒我 我看你根本就不是这么回事 我看他们两个人 根本就像一对情侣 甚至像多年相处的夫妻 子依 你误会了 其实我和你哥 还有傅春 我们只是朋友 不计同时 不计同时 蝶丘姑娘不仅是我们傅春的朋友 也不仅是我们傅家的客人 从今天起 她便是我们家礼聘的义道老师 和你家礼聘的义道老师 我可想要尽 我们家礼聘的义道老师 我可以跟她说 石一拳 意义精通 他呀 可是个大才女 小冬 你别胡说 我哪有胡说呀 日后呀 你们定会知道 我说的话没有半点假 我相信 我也相信 我先拜师 弟子莫复春 拜见 拿老师 碧云 过几近是复春 子营日后也要向您多学习 子营 我不要 我不愿意学 来 子营 来 我给你上一个事啊 你放开我 你 你怎么那么傻啊 你不是打从董事就很喜欢紫夏 先加紫夏为妻吗 那你怎能容忍紫夏 和这么漂亮的大才女 在你的事嫌范围之外活动啊 你得盯着他们哪 和他们长相左右 有紫夏和蝶丘在 就有你在 这紫夏呢 他想进水楼台 你就时时搞破坏 然后在蝶丘面前 多帮你复春哥 说说好话 早日 帮你的复春哥 把蝶丘给追到始步 那他们不就相互 各自成全了吗 来 好吧 我听我哥的话 以后我就跟娜老师学习 以后您就多费心指教了 我也向您学习 附军修 可以请教一下你刚才跟紫营 到底说了些什么呢 我跟紫营说 要她紧盯你跟蝶丘 时时搞破坏 然后呢 全力帮助我 尽快帮我 把蝶丘给追到手 头疼 哎呦 头疼 你要我去送蜀金 让我亲自带着 五万大洋去见水鬼 盈老爷 您别怕了 正所谓道义有道 我敢保证他们 不会碰你半根汗毛 不是 你看 这个 盈老爷 我也没有办法 这是他们提出的条件 如果你让别人去 他们 他们不放心呢 雷尔老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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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间车厢 老爷 这间车厢怎么这么枯吧 就是我们两个人 这位老爷 啊 嗯 我也好 請問 啊 請問請 那不是 對啊 你好 來給 你 老六這時候 應該動手了 老爺 老爺 快去做 老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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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什麼時候的事 昨天夜裡 對了 姐 這是綁匪給你的信 快看一眼 三日內服輸款二十萬銀元 這簡直是土匪嘛 是 他們本來就是土匪 現在火車上綁人 節奏五萬銀元 現在獅子大開口 有求二十萬贖金 這綁匪圖太兇狠了 二十萬 這要給完 咱們尹家不就被掏空了嗎 但是咱們總不能不救爸爸吧 可是 姐 媽媽說了 家裡邊沒有這麼多錢了 加上之前給水賊那五千 現在已經出去一萬了 咱家做生意需要周轉資金 媽媽說她最多再給五萬 多了一分錢都沒有 姐 你這麼聰明 快想想辦法吧 你們報警吧 報警 不能報警 不能報 匪圖說了 如果報警的話 就把爸爸跟邱管家 分成六皮寄給咱們 這樣的話 可不是腦袋跟四肢都分家了呀 可不能報警 不行不行 可是 武界東說 武界東說 他有辦法解決 就按照媽媽說的 給他五萬就好了 可是 他有一個條件 什麼條件 他說 他親自上賊窩去救爸爸 風險極大 如果把爸爸救出來了 小東姐姐就要嫁給他 再四儀態 小東姐姐可答應了 好 武人 你放心 我會把這個婚禮辦得瘋瘋瘋瘋瘋的 我給他花轎的 放一百顆的那個電子珠 到時候 讓所有人都看得羨慕他 怎麼樣 百珠 好啊 白子也 大吉大利呀 那是 不必了 我什麼都不管 還有 我想你是本末倒置了 在你未救回我父親之前 我是絕不可能進你五家門的 大小姐 你這麼說我就不明白了 我要是把你父親接回來 你到時候反悔 我不是等於白忙活了一場嗎 若是我進你家門 你去救不回我父親 那我豈不是更綠庫無門 不如這樣 讓小東啊跪地啟事 誰救了他的父親 那他就嫁給誰 否則的話 必遭天前 武雷轟頂 胡多元 您看 這樣總該放心了吧 我是沒什麼問題 我就不知道 大小姐 你是不是願意 大小姐 我 殷小杜 對天啟事 誰若能救回我父親 我便嫁給他 否則 必造天晴 五雷轟帝 那這麼說我就放心了 他 那你何時可以救回我父親 那就是大好天 日出之後 日落之前 我救回你父親 取你進門 乃 我讓我上課 你了 讓我來 可以去旅行靠 安安 忧心忡忡才是啊 居然还有心情在这儿调制香药 还真能撇得下啊 不要胡说八道了 颖纪平和他表妹的事情 连咱们都帮不上忙 更何况谍秋一个弱女子呢 我看她其实是根本无能为力的 没错 还不是你逼着她 尽早调制香药 她现在早点准备 这是应该的啊 我哪是真的要跟她 学什么调制香药啊 她啊 根本最基础的香道 她都不懂 你看看她 她居然蒙着口鼻调制香药 那怎么制香 怎么变香啊 而香手中气味 调制香药的地方呢 必须通气不通风 而她却大反其道 你们看看 水泄这个地方是四面通风 她却蒙着口鼻调制香药 简直是可笑之极了 子佑说得没错 或许谍秋此举 还有另一种可能 还有另一种可能 知书 或许谍秋不是在调制香药 而是在调配毒药 谍秋没有理由 调配毒药 她不会是想要害我们吧 胡说 我去问她去 子营 子营 你别挂了 我出去 储庄除了饮醉楼之外 还有什么地方我不能去的呀 你在这里到底做什么药啊 鬼鬼祟祟的 小心打破了 你 你竟敢恶克弃主 子营 你 你 子营 你 南天秋 你到底做了什么药啊 子营 子营 黎秋 你到底在做什么 沈严香 你到底想要干吗 你们先离开 黎秋 我会想办法救醒福春的 走啊 走 离开 福春 没事了吗 福春 我说你这个人太不小心了 居然敢去绣纹不明的要我 亏你还学间中西医 连这点建心都没有 我是急着帮蝶丘证明 他所调配的是香料不是毒药 可谁知道 谁知道香料是香料 却是迷香 毒药也非是毒药 却是迷药 而且啊 有人风吹不动 浪打不翻 怎么都不肯说 为什么要做这个迷药 这才是让人胆战心惊的事情 谁知道哪一天 楚庄上上下下的人全都昏倒 我们还 好了 越说越没边 蝶丘 蝶丘 不是那样的人 放心吧 我待会儿就离开楚庄 见香槟后 就再不相见了 别 干什么 傅生哥 你不是叫我随时跟着他们 实时盯着他们吗 只要蝶丘跟哥哥在一起 实时跟他们搞破坏 好让你追蝶丘啊 是是是 但我后来想通了 我觉得人这一生 要大胆地去追求自己的爱情 所以呢别怕有竞争者出现 有竞争者出现 被追求者才能货比三家 追求者他才能享受到 追求到完美爱情的成就感 所以我决定更努力 努力对蝶丘 展开更有座位的追求 那 那我们就这样子 看他们两个人私会吗 当然不是啊 我是出了名的禅宗大师 纠缠不放的禅宗 我怎么可能让子夏 这么轻易 就把蝶丘 揽在他的回报里呢 放心吧 就让他们俩先牵着小手 私底下先聊两句 然后呢我找机会 跟蝶丘花钱月下私会 只要一件秘密 一不做二不修 我就把蝶丘捅紧地抱住了 你知道为什么 要紧紧地抱住吗 因为我要稳她 女人最难忘的就是出了我 一稳定中身 所以我要抢先下手 不抢先下狗 然后我只能赢得蝶丘 等着看吧 所以呢我就先不打扰他们 我这个人很有风度的 我让他们俩牵着小手 私下聊两句 等到换我出马的时候 我就一把抱住蝶丘 一文高地 一下子整个赛局就大翻盘 别走 不管你没什么原因 我不会让你离开蝶丘 我绝对不让你离开蝶丘 我绝对不让你离开蝶丘 可人世间的许多事 都没有预想的那么美好 我只能把你 把蝶丘 把蝶丘 把你的荣莹 把你对我的好 都永远地珍藏在心底 好 不管怎么说 我就是不让你离开蝶丘 我就是不让你离开蝶丘 可是我有不得不走的原因 花开蝶丘 如果我留在这儿 我一辈子都不会开心 我问你 我问你救命 我问你救命 你为什么突然之间 飞走不可 又不敢告诉你 原因是什么 为什么 你告诉我到底是为什么 我答应你 我倒没说 我真不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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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不是强追有心 又强别的我都有用 我真不可说 我有我哥们说的苦衷 不过幸好 幸好世间的时日都会过去 再难割舍的人 也从远去不远 我们就当 就当什么没那场的怀恶 我 人世间的一场远去远散吧 谢谢你 谢谢你对我的好恶 我会怕你 把今夜 把今夜以我在河畔的无限美好 永远都记住 讨论 不过 不要 你 不过 别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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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行 我要去看他们 别这么冲动啊 像一头凶恶的母老虎 你想想看 男人喜欢的女人都像小白兔了 因为小白兔呢 可以抱在怀里像这样疼爱着 谁喜欢去面对一头母老虎啊 所以你得温柔点 这样子下才会疼爱你啊 难道我就看他们两个 看得哥哥抱着那个小白兔 在怀里疼吗 我做不到 那我宁愿当个母老虎把那个小白 把那个野兔给生吞活泼 我都能忍了 你怎么会忍不住啊 忍 忍 忍 爹兄 爹兄 你怎么了 哥 你怎么会忍不住 你怎么还以为我们搞定 不行 太冒险 我一没搞定 就挂砸了 有罗爷 自相欺负你了 没有 那你为什么哭得那么伤心啊 因为就要离开你们了 所以心里难过吗 要离开我们 因为子英 不 明日 要是五季都 你愿去救我舅舅 那明天 也就是为表妹小冬 嫁入五家的日子 所以我想回颖家去看看小冬 陪她说说话 然后就此留在颖家 待小冬孝顺我舅舅 就这些 叔皇 你回答我 却不敢正视我的眼睛 代表你没说实话 或者 没有说出你要离开楚床的真正理由 我 我不必问你 你若愿意回答我 就不需要我逼问 我若再逼问 也只是回答我 嗯 福车 谢谢你 您别急 我有一句话想告诉你 嗯 你说 你还记得 你曾经跟我说过 如果哪个男人 能得到你的真爱 那这个男人 会是全天下第一姓语儿 你说过的 你还记得吗 当然记得 到现在我都依然认为 哪个男人能得到你的真爱 她会是全天下第一姓语儿 我想告诉你的事 如果哪一天 哪个女人能得到你的真爱 那个女人 才真是全天下 第一姓语儿 我没有回避你的目光 我说的是真的 你再说一遍 我太激动了 至少我听过 最好听的话了 那我们就彼此相爱吧 让你我都 成为天下第一姓语儿 太好了 我太高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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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放我下 放我下来 放我下来 我话还没说完呢 我太高兴了 傅春 子夏 子英 我 我太高兴了 我 原来 这就是你不能说 不肯说 无论如何 不愿意让我知道的苦衷 对不起 对不起 你们千万不要把我当成是 鸡肠冷肚的人 说真的 败给了傅春 我甘心服输 亲两位千万不要心有戒敌 想要离开楚楚 你们能够相爱 我真心地祝福 事实上 我现在迫不及待地 想看见两位有情人终成眷属 能够让我 让楚庄 替两位办一场 风风光光 热热闹闹的婚事 那我们就这么说定了 爹丘 那我们俩就在楚中成亲 子夏 你就当我和爹丘的见证人 和证婚人 子英 你当喜娘 爹丘 咱们就在楚中摆堂成亲 好吗 好 好 好 那我就恭喜你们了 佼佼你 都喜气而气了 我也喜气而气 三日子 老人 朝着 怎么不从正门回尹家 我只想私下探望我表妹 不想惊讶其他人 真的不要我陪你进去吗 一个女人深夜带个男子回舅舅家 笑话 就当是我提前拜会未来的亲戚 这不就得了吗 别胡说 怎么了 你不是当着紫下和紫英的面 答应我们的婚事了吗 明朝事不可测 更别说将来了 瞧你这说话的口气 像是明日啊 好像天就要塌下来似的 明日 谁知明日会如何 谁知明日谁如何 所以 记住你我今日之相惜吧 相惜 但明日后 相见 我们还会是朋友 爹秋小姐 天刚黑啊 五届东就派人来布置咱们家 说是明日一早啊 就要迎娶大小姐过门 要早做准备 怎么大小姐却因此哭红的眼啊 哎呀 我知道了 谢谢你 您没听说吗 明日一早啊 这五届东 就要娶当地富豪 引济平的女儿 当四姨太啊 哎呀 拿一个 一朵鲜花又插在牛粪上 你说 好好的一个良家妇女 又送进湖口 这是什么事啊 哎 这是尹家 请五届东搭救引济平 双方谈好的条件 嗯 我呸 我告诉你 这件事 从头至尾 都是五届东 一手自编自捣的 哎呀 那个引济平啊 就是五届东绑的 你怎么知道 阿诚告诉我的呀 那个专门捉漏番话的 泥瓦匠阿诚 好了好了 我说你们两个 别顾计这人 你顾计那人 你顾计那人 你顾计我说的做 叫老六 带人上火车 把一屏连日带火给我结了 全空 你顾计那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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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 你说的不是真的 哎呀 阿诚之歌的偶师人 他不会骗人的 他还告诉你说呀 他知道 尹济平被关在哪里 就在五届东 他们家后院的宅房里啊 不行 这是来告诉他们的 哎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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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哥 哎哎哎你这是干什么 你这是干什么呀 得把这事告诉隐家 然后报警啊 你你你你 你干脆把我跟阿诚剁了算了 那人家问你消息来源呢 啊那你是不是把我跟阿诚 都供出去了 放心我不会供住你们的啊 等等等等 你不说消息来源 别人怎么相信你啊 再说那两街东啊 黑白两道都挂着呢 啊 和那些警察狼狈五件 坐地分赃 地位上谁人不知 谁人不小啊 我告诉你 你去报案啊 死的绝对是你 不会是他 再说了 再说了 如果稍微有一丁点走入风上 那五街东绝对是 会把人质转移走了的 到时候警察他反过来 告你个诬陷之罪 我看你是吃不了 兜着走 还有 那五街东要是再狠一点的话 咔嚓 你已经凭着玩完了 你本来是好心救人 反而是害了一条性命的老弟 哎呦 喂 啊 我呢 不是 但是我不甘心哪姐 我真的不甘心 我不甘心让那五街都是财良的 我真的不甘心哪姐 不要再哭了 别哭了 别哭了 杜老板 杜老板 你还真讲究啊 这七茶还用何心水 哎呀 这个 精水卤未重 客人不喜欢 好 来 我有法子了 你听着 名字我打扮成挑水服 趁武戒冬家里婚庆一团论事 我想办法混进武戒冬家 在新娘子还没上花轿前 救出引迹品 气死武戒冬 今天怎么样哭哭啼啼 今天是小冬结婚 你应该高高兴兴才对啊 小冬姐姐才不是自愿家的 她是被迫家的 你想想啊 武戒冬 她才大 气粗 这论长相 她长得也不难看哪 是不是 你小冬姐姐嫁给她呀 那是去享福去了 那她这么好 我嫁她 我替小冬姐姐嫁她可以吧 你 这 神家武戒冬看好的 是 赢小冬 又不是你 有那样的话 我也连夜卷了个包袱 不过我就上顾家的花轿 我也嫁她去了 还 还轮得到你吗 别再哭了 你就要上轿了 姐姐来给你上庄 好吗 小兰 我来帮小冬上庄 顺便我们姐妹要说几句贴心的话 你到门外去守着 你到门外去守着 千万不要让任何人进来 是 小冬 你就要出嫁了 也没有钱 也没有礼物送礼 也没有礼物送礼物送礼物 这个香盒 是昨夜 姐专门为你调制的 是你喜欢的香味 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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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雪 晓冬 对不起 对不起 好 来 好 上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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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个水面上怎么不干荷叶呀 不干荷叶挑起水来要溅出来的 是啊 你是新王的吧 我认得你 认得你 你你就是昨天夜里那个 在杜老板店里见到的那个少爷吧 嘘 老天 我要进去救人 帮帮帮 嘘 哎哎哎 你要什么的 快点啊 来了来了 快点快点 你这水怎么这么少啊 哦哦哦 这个事情呢 是这个样子的 他把这个荷叶呢给露我 所以嘛 是吗 他把这个荷叶拿啊 稍 Michel Α 赶快点 也行 小心 酷 感谢观看